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照亮我们的运势 不论是你的整体的运势呢 还是工作运 感情运 身体状况 还是你是犯太岁要安太岁的 所以如果要跟外国朋友解释的话 简单说就是 lighting the lamp in the temple is to light up your fortune in the upcoming year you can choose光明 lamp for your fortune and career 文昌 lamp for study 元昌 lamp for your spirit and health or太岁的概念呢 是来自于太阳系最大的行星木星 也就是说木星因为是最大颗 所以又叫帝王星 在皇帝中央集权的统治下呢 和皇帝穿一样 坐一样 玩一样 都是不被允许的 否则你就是冒犯圣上 冒犯太岁啊 天上共有60位太岁在轮值 而我们倒也不用真的知道 值年的是哪一位太岁 最简单且广义的方式 知道自己有没有犯太岁呢 是用生肖来看 我们有12生肖 如果今年是你的生肖年 或者你的生肖是属于今年生肖 再往后推算6位 那么属于这两个生肖的人 就是犯太岁 举例来说 属属的人在属年犯太岁 再往后推6个生肖 也就是属马的人 也是在属年犯太岁 有一句俗言是这么说的 太岁当头座 无喜便有祸 因此点太岁灯 就是在安抚太岁 让你免受无望之灾 讲到这里 你知道怎么跟外国人解释 点灯跟安太岁的吗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点灯 Like the name 然后看你是要点什么灯 在lamp的前面说明 例如点光明灯 就是Like the光明lamp 所以要说点光明灯 是要照亮你的运势 及事业运的话呢 你可以这么说 Lighting the光明lamp is to light up your fortune and career 再来犯太岁就是 Offend the太岁 犯太岁并要安太岁 也就是 To pacify the太岁 本集的内容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追踪 一步就出走 及庙会小学堂粉专 最后祝大家 Happy Nooner New Yea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